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本身需要 还需要负责其他系列 所以还有负责另外一个系列 对对对 我们各自都有负责另外一个系列 所以我们是轮流 交替的去篇每一期的故事 然后还有两位朋友就是Ryan和Marky 然后Ryan主要的部分就是画完所有角色的动作 所有的主角 然后Marky他的部分就是主要是画一些 背景的部分 对 还有一些文字稿记录和 还有一些颜色的设定 对 所以我们就四位成员为主 这个故事是讲述一个在一个年轻人他想要在雨潭上有一些作为 所以我们讲关于校园里的一些故事 青春校园故事还有乐学的比较为主 全力扣扎这故事里面的男主角 他母亲是阻止他打雨球的 然后是有一个原因为什么他母亲阻止 然后他就必须要在说服他母亲的情况下和他没有太多雨球知识的状况之下 就遇到这个松哲中学的一些队友他们互相缺磋 然后同时间这个系列好玩的地方也就是对战 然后他就会和其他学校互相对战然后增强他的实力 关于翔的这个角色我们还有加入另外一个元素了 他是有一个秘密的另外一个身份的 所以这个另外一个身份可以 因为他的母亲不喜欢他打球了嘛 但是他的又想去打球 他会以另外一个身份去出席 或者是偷偷去参加一些雨球的比赛 所以这一点的时候他会扮演着两个人的角色 我们也是在一边画的时候一边学习的 我们参考了很多那种网上的一些资料啊 YouTube啊视频啊一些做参考 很多时候我们看雨球比赛就是 我们就是看他们就是一来一往的这样子对打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很多其实很多动作 是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名称 或者是一些招式的名 所以在这一部分我们其实阅读蛮多书 然后上网也找一些资料 就同意掉那个名称 对对对 就是好像比如我们一般 就是好像那个球出界了 我们都叫奥 但是在一个正式的国际名称里面 就不会是叫奥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整合很多蛮多资料的 所以我们整合很多蛮多资料的 然后就在也在每一个不同的 有球选手身上也学习他们各种不一样的对战策列 所以那个部分也会放入在漫画里面 最大的挑战永远是结稿期 因为这个作品其实在蛮早的时候就已经落实要进行了 然后准备功夫其实也花不少时间去消化这个部分 实际上画上来其实还是面对蛮多困难的 因为这个系列是跟以往的XX Adventure的系列有点不太一样的 就是它不会是 不会有一些太超现实的一些东西 就是它蛮现实的 的一些剧情你不需要放下去 然后好玩的地方就是这个概念 这个做羽毛球这个其实在两年前我们已经想要进行了 然后这一次终于可以做这个系列 所以我觉得再困难其实都还好 因为大家都是喜欢做一些不太一样的题材 对我来说这一部漫画最大的挑战是在于 它的要如何在一个四方格的球场里面 要表现得很有趣味性的这个风景和故事的表达 是一个蛮费劲的一个做法的 因为以往以来我们做的 比如说之前做的那种冒险漫画XX Adventure之类 它都有很多的场景可以转换还是什么的 这些故事要透过一些人物的背景 或者是一些球场上的球技 还有一些变化 或者是一些自己可能要加插一些 天马行空一些技巧在书里面 在创作里面 所以有时候也要考虑到这些东西 合不合逻辑 合不合哪一个规范之类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挑战的是 逻辑跟现实的交叉位 所以我们在做创作的时候 就是要想办法 把这两个人拉成一个平衡点 所以经常我们在头痛的时候 就是头痛这一方面的东西 当然那个必杀机那部分 是要增加那个趣味性 然后第二点就是 我们希望以后 小朋友在打雨球的时候 他在可能在扣杀的时候 他也可以喊出那个必杀机的这个名称出来 那就代表我们这个漫画系列是蛮成功的 加入这个必杀机 至于的那个东西 是其实提升让他们的记忆点 就像Michael刚才讲的那一种 它是其中一个卖点 而且会让小孩子会更有 知道每个角色 因为我们这本书 是要提倡人物比较为重要 所以如果每个小孩子 可以喊出那个必杀机的话 证明我们设定的那个角色 是让人家有记忆深刻的东西 在决定要做雨球这个系列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选 就是跳雨球或者是足球 然后在大家讨论过后 是觉得 雨球是马来西亚的一个 马来西亚在运动方面最强的一个运动 然后就然后当然足球也是不差 当然我们也就跳雨球是比较容易 稍微比较容易控制就是可能最多就是双打 但是如果是说做足球的话 它比较困难的地方可能是需要 蛮多 要先蛮多人物 所以就先做一个比较容易一点点的开始 然后我们就跳了这个雨球的部分 而且这个雨球马来西亚或东南亚这些地方 大家有容易共鸣 所以而且我们也选择雨球的原因之一 因为我们本身自己也是有打一毛球 所以这个会让我们比较容易入手一点点 我们是看未来的方向是如何 我们未必也是会 足球可能是下一次的选择 但是也不排除 有可能有跳水啊 冰棒啊 之类的其它的运动类的 哈啰 我是Ryan 我是Markin 我是Markin 这个雨球马来西亚间一开始是被交代我们是 我是画人负责人 然后Marki是负责背景 影镜 还有只篇写对白之类的 因为之前我是负责Expensure的大冒险系列者 然后被交代这个YouTube的时候 他们是要求我如果要参与的话 是必须要负责人物的设计 人物的构图 还有整个主角 那种人物主角的负责工作 然后当时他要求我描绘一些人物设计 还有人物的动作之类的 所以可以给他们去成交 然后讲这个project可不可以就这样on going 然后给他们去approve 然后他们过后又到来讲 诶!ok哦!就看你咯 蛤!看我了?就on了啦 你要画了 我们就开始 那个时候是8月吧 8月开始 然后Marki也是从5楼下来 我们就从很新的一个大家都不是很熟悉的合作方面 开始了这个雨球漫画 其实我本身之前是换了木居多 然后下来这边才被发现 原来我是负责背景的 在这个雨球的背景还是在马来西亚嘛 所以我还是运用回马来西亚的背景 目前还在适应跟学习中 嗯 这样子 嗯 这样子 因为我之前制作《大闹写时代》的时候 我们那个工作分配 然后我们制作方式是不同的 当然 record 大哥跟 Michael 大哥的制作方式也不同 而且这个雨球漫画系列 这个特别的地方就是 负责编写不同的东西 他们会有 就讲第一本 第一个系列 第一个 volume 的时候是 record 然后第二个 volume 是 Michael 他们会这样子接棒接棒 再去分镜 处理分镜那一方面的分镜 因为有两个组笔 对 有两个组笔 然后这是一个雨球 这个雨球系列 我们四个人都一直要磨合 配合的地方很大的挑战 而且我也想要看一下 我能够去多远 嗯 然后还好 Michael 大哥跟 Enrico 大哥都很有耐心啊 他们愿意提拔扶持人 然后愿意去带领啊 固然是有的 然后因为之前负责过 非现实的画面 expansion 那边 那边所得到的经验 放来这个画这个雨球系列的人物构思 跟他的那个动作 跟post之类的很大的帮助 是有的 然后当然也有挑战啊 因为画那个 尤其是雨球的时候 跟之前完全是不一样的地方 在于他的动作 因为雨球 他一板一眼的那个动作是很讲究的 动作的那个带出是完全不同 一个撒球 一个撒斗 对对对 尤其是有一个是被 用到最最严重的 就是那个手 握那个雨球拍的手 因为他很讲究他那个动作 跟那个 有时候我就 这个是给Michael抓到最严重 就是要我一直改 就是要我一直改 是在那边 对对 拇指啊 然后那个拍的流程要这样 smash 然后左手右手要分清 对对对对 然后有时候左手右手画错了 要分清 然后又要改 就是真是正义的 这个东西 嗯嗯 这个漫画 最大的特色应该是一开始出现的 蒙面人这个角色吧 毕竟是校园漫画嘛 所以他是以 就是一个打雨球的size 可是他会出现一个 类似像是一个无名英雄的 人物冒头 对然后关于 因为每一个人物 他们都会有一个落点 然后在于故事的发展当中 他们会一个个去克服 看他们这一路以来 他们慢慢的成长 这样子的有概念 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呈现 最主要是体现出人物的所造 跟他的特色 啊故事里面有一个 男一男二 啊对 然后第二个男二主要就是叫电 他们有之间的一个对手系啦 然后他们之间的友谊啊 感情变化啊 对 还有挫折跟他们的挑战 还有里面还会有八星之战 这样的一个设定 就是讲述 因为每一个高校都会有一个雨色 然后这一些雨色 就会开始去争夺 所谓的去参与这个八星之战 然后会有一场可能争夺size 这样子啊 很精彩啦 对读者们可以期待一下 我们也画得很实际啊 所以请你们支持 对对对 好 啊这个问题就要问他 哈哈哈哈 那个时候是 本来是有想过是要 方可能是红色头发 可是红色头发 有一点太过常见了 一把热血办法来讲 然后我就有提议到讲 好像没有过一个 以紫色头发为主的男主角 要不要试试看 然后Ryan就试着方色 然后上头也才用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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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neurons 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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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